張智琳和李佳心這天一齊出席賽馬活動 看到囝囝魔童最近學滑板進步了不少 但整天跌到周身傷 ChiLam看到都覺得心痛 有時練習時都會拍片回來給我看 其實有八成都是失敗和跌得很慘 有些又會做得很好 但我覺得更加會感受她跌的影片 因為每一次跌到就是一個更高的高度 對她來說 所以每次見到她起翻身 我都覺得不錯 如指可教 至於老婆靚靚早前在內地真人騷節目 就大讚ChiLam是圈中英俊有文化的代表 ChiLam自己又怎樣看呢 是不是真的 有文化就真的不敢說了 有個帥哥 有很多帥哥 不過情人眼裡真是出世思的 多謝你 另外同場的李佳心原來很喜歡騎馬 放假的時候 又會不會和男友一起去騎馬浪漫一下呢 去旅行時有騎馬 但當然不是大家想像的畫面那麼浪漫 一隻馬兩個人 沒有的 這些是幻想畫面 都是 我是很喜歡自己到處跑的那些 很喜歡騎馬上面到處跑 那些奔跑大草原 好像卡通片那些 每一次 所以去旅行都會盡力找些地方去騎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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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